MPX变成步枪了 当我第一眼在步枪里看到这把武器时 我真的以为MPX变成步枪了 因为它的外观实在是太像MPX了 新武器MCX 它的数值一言难尽啊 谁家步枪只有40米的射程啊 还有这精冷度啊 也只有30 稍微原点就 这把枪打的是5.56x45的子弹 射速788分钟 算是比较快的了啊 本来我打算随便改改 然后去农场试枪 万万没想到的是 它们样的精冷度不升反降 直接给我整不会了 而且我这已经算是满改了 真是奇葩枪啊 初中在别墅2号位 吃个止痛直奔别墅 别墅1号位没人刷 咱们直接炫保险 一个钻戒 虽说不是大金 但是比紫色物品强多了 再看看大一能不能来把金钥匙 来个屁啊来 连个小子都没有 直接去旅馆学主客房吧 大概的一会没开 因为TF一把主客房卖 190万 这跟墙没啥区别啊 管理处放现散枪了 快去看看 给我来炸一下 防止对面听到咱们摸过来 给你来颗震 再请你吃包子 冲 哇哇 这雷砸我脸上弹开了 还好这不是睡爆雷啊 要不然就这颗雷 我已经回仓库了 脚皮具在前面了 吃我两颗摔泡吧 我又跑了 肯定采取啊 抓紧追 腰射拿下 这像腰射精灵度还可以啊 对得起这腰射77的数值 让我看看啥装备啊 四套MCX 不过你的MCX没我的好啊 我就说吧 有把区 直接拿上 看一下它的弹挂了有啥 打的AP弹啊 拿上一会用 看一下背包了有啥 看这配件 我估计也是杀了100M110啊 腾一下位置 把这些都拿上 这些配件在体验服务可都不便宜啊 棉毛背开了 咱们先把东西藏在这里 超重打架可是很难受的 就在这墙的隔壁有个人 咱们丢颗脚布雷吸引下敌人 然后在这缝隙里加点 哎呦 你这人机烦不烦啊 在哪呢 找到了 这下彻底暴露位置了 不过对面好像没有发现我 还往脚布雷的方向去 看到了 太可惜了 没打掉 不过肯定残血了 丢颗烟 防止冲的时候被返架 冲了 没在这儿 那就在上面了 好险好险 差点尬了 这头盔跟甲真的是救命了呀 打个状态 看看什么装备啊 打我这么狠 五甲 N94 还有把RPK 这甲被咱们打得一点耐久都没了 把RPK拆了吧 N94拿上 不过把手电筒切到咱们武器上 有个脚布 啥时候摸到我脸上的 开枪看看是人机吗 没喊话 看来是个真人啊 拿下 果然是个真人啊 让我看看啥装备啊 4甲M14 是个小狙仔啊 直接拆了 打的80弹 扣出来直接拿上 来棉宝这里整理一下物资 只恨这把没带大包呀 要不然全部带走了 最后咱们来到巨石围墙撤离点 准备撤离 看到我手上还有子弹 正好没给你们展示达远处啊 展示一下 76米的距离 单点的话没有太大问题 连点的话就不行了啊 明显的分散 更别说是连发打远处了 成功撤离 这把枪我的体验是 打进点还是不错的啊 远处就没那么理想了 毕竟这把枪才40的射程 还是很好用的 适合电力台和药菜图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关注哦 拜拜